少羽公子 这里就是我圣丹阁的丹房了 丹房乃是圣丹阁最为紧要的地方 平日里圣丹阁众多炼丹师 就是在这里炼制丹药的 对于炼丹师来说 丹房必须要安静 不容外人打扰 这一点是必须要做到的 那是谁 哦 是这样的 小羽也是一名真正的一瓶炼丹师 他也经常来这炼丹 哦 是吗 可是那炼丹的人 似乎并不是妙仙女 丹房重敌 外人怎么可以随意紧出 万一将我圣丹宗的丹方泄露出去怎么办 玉叔叔 木导师在炼丹啊 您应该知道 炼丹师最忌讳在炼丹的时候被人打扰了 哼 炼丹 就凭他 你说话重一点 木导师炼制的可是您卖丹 鲜鱼小姐 您卖丹必须要有一位生生骨 不然是无法炼制的 你这个木导师可能是在糊弄你 哼 我看这家伙就是不能玄虚 看我破了他这丹火 看他还如何装强作势 不要 你不知道在炼丹之时 别人是不能轻易打扰的吗 那 吴 力骨断了 内伤严重 日后想要在五道之上再进一步 怕是没希望了 沐云 纵然是蓝鱼出手不对 可你也不应该废他经脉 我若是不废他经脉 那被丹火反噬 经脉俱废的可能就是我了 你算什么东西 能和我圣丹宗弟子相比 少渝 妙大师 连你也要护住这个废物 十九岁的年龄 修为却远不及我 还炼丹 实在是可笑 你怎么知道 沐大师不能炼丹了 天下之大 你少语 又见识到多少 好啊 既然如此 不如让我们看看 沐大师炼制出的丹药 到底怎么样吧 你 看就看 灵外丹 真的是灵外丹 废丹 这四颗丹药 一定是废丹 是不是废丹 也要试过之后才能下定论 沐大师 你意下如何 试丹 也可以 只是 倘若我的丹药真有效 那不是白白浪费了 沐大师不用担心 今日圣丹阁 正好有一场拍卖会 为求公正 这宁脉丹 就让在场的六重宁脉镜 武者试一试 以大会所有武者为证 倘若有效 沐导师可以拿出一枚拍卖 所得的零食归沐导师所以 不仅如此 那枚被免费赠出的丹药 我少鱼 也愿以三倍的价格 补偿给沐导师 但若是丹药无效 倘若丹药无效 无妙仙宇 就绕着北云城走一圈 大喊我是废物 仙宇 我 我不是想为难你的 等会自然会见分晓